喔 最便宜了我也不意義 送你借臨了沒人的手指 感謝你怎麼賣我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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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心也會不會哭 心裡中我放不買的 喔 響起來了 大家晚安 今天的賣苦有轉到正面了 我也在放送事故了 萬人的插頭 泰山的萬人插頭之歌 那個妹泰山有要到電話嗎 我跟你講講到這裡你們就錢了 電話一直都是在我這邊的 他們如果想要LINE的話 都要來付錢買LINE 開玩笑 這個都是我在管制的 剛剛有人說有新工商 這個也不算工商 這個是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是一個我自己覺得很棒的東西 這不是工商是沒有收錢的 看你們左手邊這個有什麼 這是一個不沾手醬包 日本原裝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喜歡韓洋劇喜歡日劇的故事 這個就是之前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你們有去過日本你們有看過這個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有專利的 這個是日本的那個有一間公司 他在賣那個QB的有沒有 QB你知道嗎 QB就是那個麻油內子 有一個嬰兒有沒有 那個土方十四行最愛吃 是土方嗎 土方十四行最愛吃的 他就是那個QB 就是那個美乃滋的公司 你們去吃那個章魚小丸子上面都會擠的 不是那種台式沙拉 是那個有一點鹹鹹蛋黃味比較重的 對用摺的 這個是有專利的 所以只有那間公司有 然後跟我買買車的這個客人 然後他就去日本跟這個公司談 拿到這個獨家的總代理 那他這個是在好像全聯 還有一些這個便利商店都買的到 那其實我坦白講啦 這個公司台灣的經銷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其實也不需要我來幫他宣傳 好不好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那等一下有機會我再抽一些給你們 好不好 我現場喔 我開一包來吃看看 我看我要吃什麼口味 這個是草莓果醬奶油 我要吃草莓的 我也是第一次在台灣 拿到這個東西 因為我去日本是有用過那個芥末醬跟番茄醬的 今天是吃播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 現在不能去日本 只要用這個來回憶一下 好不好 這個日本感很重 現在流行日本感重的東西 因為出國感重的東西嘛 因為你沒有辦法出國 他這個打開裡面就這樣 四個 然後後面 我把它拿起來 草莓牛奶是我最愛的口味 沒有錯 有沒有 然後他有這樣 一邊是奶油一邊是草莓 對啊現在不能出國 我們只能用這個來賭物私情 好不好 這樣啊這樣折啊 這樣折對不對 射出來了 射出白白的東西 就這樣 有沒有 哇 哇 好酷喔 欸好勒 有沒有 欸我減肥捏 把它折起來 就可以吃了 雖然我在減肥喔 可是很開心 可以吃的很開心 好好吃喔 幹這對我來講 根本就是那個山珍海味 すごい捏歐巴醬 喔すごい 喔 好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試這個液體的黏稠度 就是這樣 沾一點起來 然後用手這樣黏看看 有沒有堪西有沒有 要那種堪西的那種堪吉 堪吉 那種感覺有沒有 すごい捏歐巴醬 有沒有要講 更重要的是啊 這個是 台灣的限定口味 這個 這是台灣的限定口味 這是台灣的限定口味 是我們台灣人去跟日本原廠 然後請他做出來的 這個是可以拌麵 然後或是 一樣齁 你如果有飯啊 麵啊 然後紅油超熟啊 什麼都可以直接擠了以後 拌起來 紅油超熟 水餃 拌麵 真的很好吃 花椒的 這個很香 等一下最後我們找機會 抽給大家 然後等一下我們還要抽那個 球鞋四級的T-Shirt 禮拜三我都不會健身啊 禮拜三我都休息日啊 因為要直播我就不健身了 身上弄了四四年年的 很痛苦 你看像我今天喔 我整天我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吃什麼 我早上喝一杯乳清蛋白 吃一根香蕉 然後中午吃了一盒 7-11的生菜 兩個茶葉蛋 然後晚上吃一盒生菜 兩個茶葉蛋 一根小根的地瓜 還有乳清一杯 雞胸肉一塊 沒了 然後再加剛剛吃的那片吐司 就是我一天吃的東西 有一個客人齁 他今天就傳了 有一個網友啦 他今天就傳了幾張照片 包含引擎室啊 車子的照片齁 然後說是他朋友要賣給他了 就問說他要賣我多少錢 算不算貴這樣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照片 我說這是你朋友 他的引擎室看起來明顯就是洗過 而且還沒洗乾淨還上油 然後他的輪胎也有上油 我說這看起來就是車行洗過的車 怎麼會是朋友咧 後來他才說啊沒有啦 對小思哥果然專業喔 什麼什麼 我常遇到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人在問車的時候 他有時候好像他可能沒有要跟我買 所以他不好意思 他就說是朋友要賣的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啦 畢竟我光幾張照片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車能不能買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就算你跟小思買到泡水車 你都不用擔心 為什麼 假設啦 假設我已經跟你講泡水了 你跟我買了 你有問題我還是售後服務跟著你啊 沒有什麼能不能買的 主要是你跟誰買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可是我真的 我也能夠理解說 差五千塊差一萬塊 也許對某些人來說是不小的經驗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討論的啦 我認為是這樣啦 你如果真的反悔 或是真的你在外面遇到說 小思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這個可以高五千 那大家討論嘛 我如果覺得說 這個五千我覺得 這個風險我不想承擔 你賣他好了 對不對 那我覺得好五千好啊 不然你都這樣講了 那就五千嘛 小思哥估車會簽約嗎 還是口頭約定 估車是這樣 談定一旦談定 我們希望就是就簽約了 要不然談沒有意義啊 車的價格會改變 像我們常遇到一個狀況啊 客人跟我討論討論 討論完了 然後結果他說 下個月才要賣 我說那下個月再來談就好了 你現在談太早了 你下個月再來談 因為下個月價錢可能又不一樣啊 為什麼SWIFT這麼熱門 小思可以多拉幾台嗎 看到都賣光了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問題來了 我難道不知道SWIFT很熱門嗎 中午車市場 好以SWIFT這款車來看 全台灣車況好的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啦 我坦白話講 我難道不知道說 多拉一些回來就會 就可以賺錢了 可是問題是 沒有那麼多車況好的 我們不能因為說有錢賺 就拉低標準 我們不能因為有錢賺 就把標準拉低 然後多掃一些SWIFT回來 不能這樣 請問小思你年輕沒錢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先存錢不要開車 等以後有錢再買車 沒有 我一有錢我就想買車 我就想把他畫光 這東西是這樣啦 今天 你出社會 你像阿呆 好不容易有個女的要跟他在一起 那阿呆會因為說我現在收入很低 怕養不起女朋友就不跟他交往嗎 不會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傲男嘛 這男人的基本需求嘛 對不對 就想要一個馬子嘛 阿呆沒錢他就會去借 要交這個女朋友 車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車這個東西對有一些人是 卑鄙虛平 但對我來講是人生必虛平 就跟衛生紙一樣 對我來講就是人生必虛平 如果要收藏老逼 一三二大七建議嗎 沒有我覺得你要收藏東西 就是你自己爽就好了 你像比如說這個 十二宮黃金聖鬥寺對不對 我就收藏我喜歡的天秤座 我老婆水瓶座 你什麼座你就收藏不一樣 你收藏你喜歡的 我覺得既然要收藏的話 其實沒有說一定什麼車可以 什麼車不可以 送就好了好不好 送就好了 然後再來 來來來來來 我現在還有一些問題 最近沽車有遇到一些問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價錢在那邊停來停去 有的沒有的以外 今天沽到一台車 我跟你講 這我最討厭這種人 我今天聽到我們採購 跟我講這個故事 我馬上就幹掉出來了 我不講什麼車啦好不好 因為今天才發生的事情 我們才會去沽車啦 一去沽 那一車後面被撞過 然後我們當然就會問 我們就會問 後面撞過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某某親戚賣我的 而且我告訴你是非常近親 而且是長輩 長輩喔 近親長輩喔 好自己人賣車 不知道就算了 好他賣你多少錢 我跟你講 活生生那個價錢 比我們賣出來還貴 他剛買不久而已喔 我很生氣 我真的很生氣 我真的要拿起來 我真的很討厭這種事情 直系 算直系吧 應該算直系學青吧 反正喔 長輩啦 賣給自己這個後輩的車子 親戚啦 比車行賣的還貴 後面撞到也沒有講 我真的喔 我聽到這個我真的 很不懂耶 你要當人家長輩喔 你真的沒有必要弄到這樣子 而且喔 他怎麼會那個數字 你知道嗎 他哪來那個數字賣給他 他一定兩個嘛 一個就是去看 外面車行怎麼賣 那第二個 他就是去 已經去外面問過了 才賣給自己後輩 然後更貴 我覺得這種長輩 真的不吵不吵 我這個人喔 我 我是很傳統的人 可是喔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有些 你當長輩做不吵的 我真的 我覺得有些長輩 我也是不太 不太跟他講話的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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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對方喔 是這個年輕的小妹妹 基本上他都處於一個 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況 這是真的 那確實資料上也是這樣 那當然我告訴你啦 好這只是 今天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但是我只要跟大家講喔 這個其實我們很常遇到 親朋好友之間喔 在賣車喔 比外面賣的還要貴 然後車子有什麼狀況也不講 那當然我也遇過受騙的 比如說 這個很多受騙就是 他買了以後 根本明明就是 這個問題一大堆 然後回去問長輩 長輩就說 喔沒有啊 我選的時候都很好啊 你選的時候都怎麼樣 真的屢見不鮮 真的很多 你沒有必要為那個 他貴的行情大概快十萬 為了這個十萬塊喔 弄到這樣真的很不好 好朋友更不用講了啦 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就是連親戚都會這樣弄了 你更不要說朋友了啦 更不要說是朋友 那朋友更不用那個 我常在講 你有時候有些人在辦公室說 欸 比如說欸 同事過來說 欸你最近要找二手車 怎麼看那個二手車的網站 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來 我來講 我有一個朋友 我來講 他在那個 哪裡哪裡 超大間 超有名 他大概喔 這個全省大盤商 全省的二手車都會先進他們公司 他們公司在分配出來給這些小車商 你在看這個什麼小司有沒有 我跟你講啦 他那個車都從我朋友那邊出來的 我朋友那個倉庫喔 滿滿的都是車 放不下喔 一台疊一台 二樓三樓四樓五樓一直疊上去 車超多 你不要再看那個小司 那個小司的車我跟你講 也都從他那邊買來的 我幫你介紹 你看要買什麼車 我就要幫你找 然後中間就開始了有沒有 就開始有錢賺了 就開始他媽的 黑龍轉桌 黑龍四樓 有的沒有的啊 我分析給大家聽 今天你透過一個朋友 又朋友的車行去買車 好啦 那你中間的這個朋友有賺錢對不對 你買了車就回來問題很多 回來問題很多 你就跟這個朋友講 你就回去找這個車行 然後這個車行呢 他不想負責任 他就跟拿了錢中間的這個朋友講 你也處理一下對不對 你錢一、兩萬你都拿去了 對不對 你現在回來開開開開開 你去處理一下 那中間拿了錢 那個朋友就會來搓湯圓了 他說哎呀 你這個小問題 你這個本來就耗材 你買二手車還要 要求人家什麼都是新的 你這個我們就自己處理處理就好了 有沒有 他就要在中間這個肩負起 這個單負起這個搓湯圓的責任 因為他有拿錢 所以其實很多的車行很喜歡這種 有中間人的 因為出了事情 叫中間人處理就好了 因為中間人跟你是朋友 或是同事嘛 他比較好處理 那車行跟買車人不認識 處理起來就是 有一條鴻溝 有沒有不好處理 所以就是中間那個人 要幫忙處理 所以你們可以去 周遭你們去探索 有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的人 一定有 你會發現永遠都有一個朋友 非常的熱心 永遠都有一個朋友呢 他可能這個會幫車行講話 一定有這種人存在 好啦 反正我只要跟大家分享 真的要做人家長輩 車送人家 要不然就是 你就是外面 孤十萬賣人家三萬就好了 你真的 酷水好一點 送你當練習車 壞掉我不負責 我沒跟你收錢 我送你 你去練習 壞掉不要來找我 大家自己人 大家親戚 長輩我只認識這種 道歉露出來的那種長輩 好不好 你哪我都不認識 我剛剛要講 還有一個孤車的要跟大家分享 我有一個客戶 賣我們車的客戶 他為什麼車賣我們 他說他在外面 被外面的車廂快氣死 我說發生什麼事了嗎 他一台車他開去孤車 他沒什麼 他就去開到某一間店去孤價 我說我這個車剩下多少錢 然後孤啊孤啊孤完了 然後後來 比如說你這車剩下100萬 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好 那我回去討論一下 他車就開走了 你知道嗎 過兩天各大網站 都出現他的車的照片 都在賣 幾年的什麼車 然後只要多少錢 各大fb各大網站 開始出現他的車 他一看就說 幹這是我的車啊 為什麼我車還在我手上 為什麼他們已經在賣了 超屌 各大臉書網站出現他的車 這樣會怎樣嗎 沒有怎樣感覺很差而已 就像你 你到ponghub也看到你的照片 然後你到伊利討論區也看到你的照片 然後你到ptt也看到你的照片 你不會感覺很差嗎 啊我又還沒賣 為什麼你可以把我的照片拍一拍 就把我PO上去說我要賣了 我又沒有賣 對不對我把你的照片拍在ponghub PO在ponghub的時候 一萬三千一萬五千 啊幹啊我沒有在賣啊為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感覺很差 對不對 沒有在賣被弄得好像在賣的 中股車商一整年收車什麼時候 比較願意用好價錢收購 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賣車我跟大家分享 賣車要賣好價幾個原則 你的車 車款 跟你的這個車礦 跟你的這個價位 你去看 哪一家車行最會賣你這種車 你去找他價錢就會好 對不對你不要開一台Lancer 然後開去民族東路 他專門都賣外匯車去給他估 那你價錢一定不會好 然後再來第二個 你除了說 這個車款 車商他賣這個車款能力強不強以外 還有這個車商他生意好不好 你生意越好的車行 他願意跟你收越高價錢 為什麼 不利多銷嘛 反正這個車你車礦那麼好 你比如說小師我自己好了啦 對不對 我喜歡賣車礦好里程低的車 你來我評估一下 雖然利潤少一點 然後可是我覺得這個車我很快就會賣掉 那我就高一點跟你收沒關係啊 第三個就是你去沽車 人不要太急巴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講大家都一樣啦 其實很多人 我很討厭遇到一些那個 就很像大爺 好像說我賣你車 是我分你賺錢 你買到我的車 你回去可以賺大錢 所以你應該理應 你是非常想要買我的車的 我聽你在放臭屁 我少買你一台車我小試汽車就倒了嗎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不要那種心態好像 我一定得買你的車才賺得到錢 我跟你講這個社會沒有人真正需要誰 我想真的啦 過期的三名歹歇 對不對 今天唱來就是什麼 十名歹歇 就是這樣而已一句話而已 沒有什麼嗎 什麼所謂堅針的東西 沒有誰真的是需要誰的 對不對像我那個網友講說 喔跟女朋友分手好難過 我跟你講那都陷害嘛 等你真的這一輩子都沒有在結交別的女生的時候 好過二十年後三十年後 你再來跟小獅講 小獅立一個牌坊給你 好不好說 幹你真的是他媽 中情中義中分味 愛鄉愛土愛媳婦 對不對 沒有誰真的需要誰 沒有就紅甘隨人 下一位 下一位 有沒有就這樣而已啊 那我也不是說 我很臭屁 你一定要賣給我 其實沒有 我是說這是一個緣分 我要表達的是 這是一個緣分 不是說我一定得買你的車 還是你施捨給我買你的車 所以我有賺錢 然後我就會很想買你的車這樣 那其實沒有這種事情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有些客人一付就來了 欸我很好呀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都在買新車 我沒有買過什麼二手車的 有些人講話很激發 他在二手車商的面前講說 二手車我怎麼沒在買咧 我跟你說二手車都超過 騎空都超過的 我從來我都只有在買新車而已 我沒有在賣二手車的 買二手車的 剛剛你說我聽到會不會堵攔 你覺得我 你當著我面說這個 你覺得我 我會覺得很開心嗎 不會嘛 所以這種人就是白膜 真的就是有這種白膜的人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其實大家真的是看緣分看感情 我講難聽一點 我們人是比較低調 比較謙虛一點 你一直在我前面說你多有錢 客人啊 你要不要我借你一個空拍機 然後你看一下我這個整場有多少車 你再來跟我談你多有錢的事情 當然也有遇過真的很有錢的 我只是想說買賣靠緣分 要好價錢就找對車 我怎麼講那麼遠 靠腰 飆車 對對對 代表 代表 好險有提醒我 我把代表講完 我最近其實遇到很多代表的 還有一些消費者 直接傳查定表給我 然後問我說這台車可不可以買 那我是連讀都沒有讀 因為我一看就是他在問什麼 因為那個表我已經看到不想看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沒有什麼叫做能不能買這件事情 第一個他是一個表而已 那他有講了這個車況 那能不能買 我怎麼知道你要買多少錢 有時候一個iPhone 這是12 Pro Max 對不對 三言的 你問我說他還可以用 十萬能不能買 那三千能不能買 對不對 今天只有幾張照片 說iPhone 12 Pro開機正常 多少錢可以買 我不知道 我怎麼回答你 所以有時候其實蠻難去回答 你光看一個表 我還是要講 我不是要攻擊代表業者 代表業者我相信應該也是會有好的 雖然我跟代表業者不是很熟 不是我沒有什麼代表業者的朋友 是基本上在車界我也沒什麼朋友 好不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當你們要去代表的時候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比較常發生的幾個問題 是你要記得代表的東西 你買了之後 他是通常是沒有付售後服務的 那通常是沒有帶整理的 然後通常呢 他給你一個價格的區間 其實你從買的時候 到交到你手上 你根本不曉得總價是多少 很多時候 你去代表你以為會比較便宜 可是你買到來 真的還不如來小吃汽車挑一台車走 因為價錢差不多 加手續費什麼差不多 而且還沒有保固 還是要找一些比較有口碑的代表業者 我常常在講一件事就是 我如果今天小吃要做代表 我跟你講 我賺錢 我真的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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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就是這樣 你常聽到一些法拍車 代表法拍屋 你就會覺得好像很便宜 好像是人家很缺錢 如果今天這個販賣方 塑造一個 我很缺錢所以我要賣東西 然後你就會覺得你會減到便宜 老闆要跳樓了 老闆要跑路了 要清倉了 要倒閉了 所以我現在在清倉 我跟你講 在路上你可以常看到這些字眼 我覺得人 人性就是這樣 你把別人的痛苦 建立在自己的快樂上面 對不對 感覺人家好像要倒了 他就很便宜出清 有沒有 他什麼海關 海關查扣 有沒有 盲包 有沒有 以前那個很流行的 賣盲包 有沒有 盲包不是那個盲包 好不好 台灣人就是喜歡看到這些關鍵字 可是 事實上裡面有多少是真的 所以你看喔 所謂的拍賣車 現在的拍賣車 並不是裡面其實 真的是沒有繳貸款被銀行拖走的 我告訴你好不好 一千台裡面幾十台 看有沒有 比例其實很低 現在上面的拍賣場的車 已經大部分都是常租車退役 租賃車退役 車行委託拍賣 民眾委託拍賣 所以它上面真正的是那種 以前沒有繳錢被銀行拖去 然後丟出來拍賣的比例非常低 我跟你講是非常低 我可以跟你講 那能不能買便宜 我相信你入手價是會便宜 有機會便宜的 因為我常常在觀察拍賣場上面 因為我常常有空 我會上去關心行情 它上面有一些車跳的數字 是會讓我覺得說 這個數字 我如果買回來整理完 我就差不多是賣的錢了 所以當然我不會去買 但是誰買走了 我在猜很多都是代表的 才有可能買到那個價格 可是那個價格 我又覺得 我心裡那時候 當我在看到它跳那個數字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買到的人真的有比較划算嗎 我其實坦白說我真的不覺得 當然我不是說什麼錢一定要給我賺 如果你們真的買的便宜 我真的覺得也OK 我的人我不會覺得說全世界都要來跟我買 只是當然有時候我設身處地去找想 想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價錢回去 然後整理整理 好像也沒有沒有多便宜 先不要算我利潤的事情 我算一算我就覺得 這怎麼賣 應該是代表的吧 好啊那其實代表幫客人標的 那客人標這個數字 這樣一些手續費 這樣子有比較划算嗎 然後再來 其實我最近有拍一個影片 是有關於拍賣場的事情 的一些 好啦我最近就是剛吃虧 到時候影片上會跟大家分享 之後我有個影片 查定表沒有說的事情 約莫過年前後 我才一台車吃虧 那台車大概賠了 八萬塊以上 我記得好像是八萬塊 我賠喔我賠喔 我就是從上面買下來 然後出了一些狀況 賠了大概八萬塊 我有拍片 近期會結尾 剪出來跟大家分享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真的覺得 這個東西還是 任何便宜的東西 還是有它風險存在 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所以我想要表達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 我們如果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不是只有利潤而已 我們也在同時間 我們也在承擔風險 我最喜歡講一件事情 很多人 像我上次我有講過這個故事 客人說 他在做詐騙集團 那他有點不好意思 我說有什麼不好意思 你說詐騙集團 你賺多 是你的能力 你願意承擔被抓的風險 你在賺這個風險錢 我沒有總做這件事情 你有總你賺多 那是你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不會去覺得說 你好像都在做詐騙集團幹嘛 但是我會覺得說 每個人本來就是依照自己的能力 在做事情 我也常常在講 上次一個同行來說 上次那個誰誰誰 賣一台什麼車 賺二三十萬 哇媽這很厲害 那我心裡想 我也不會覺得很幹 我不會去羨慕人家說 哇好好賺 賣一台車賺二三十萬 我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我不敢 因為我不懂 我不敢 那我有什麼好 我有什麼好去羨慕人家 或是怎麼樣 沒有啊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那個 對不對 人家敢 人家承擔了一些風險 他可能 承擔著被告的風險 承擔著被開槍的風險 我不知道 但是 至少 我覺得 不要干涉到 我都沒事情 對不對 大家互相不干涉嘛 那是他的選擇 我覺得那個還好 我不覺得 沒什麼好羨慕 未來有時候會覺得蠻羨慕的 賣成錢都好賺 他媽的 而且其實裡面還是有些經驗 我們從有限的一張表裡面 然後你還要有一些經驗 去判斷一些說 這個車是一個能買的車 還是不能買的車 其實還是有一些經驗在裡面 但是 我說我之後會發的影片 就是久久還是會中一次槍 我跟你講 我今天買到這個車 我中槍是我承擔 我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很重要 我中了這個槍 有了有這個問題 是我承擔下來 還是我不說 把它修飾了以後交給下一個客人 這個就是你跟誰買的差異 就在這裡 你是代表幫你買的 還是你是跟車行買的 然後你跟這個車行買 他是負責任的車行 差異就出現了 好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怎麼賓 來 我們